克里五个月来第二次访华 同副总理韩正视像开会 主题围绕气候变化 韩正说应对气候变化 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以信任为前提 以巴黎协定为基础 希望双方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克里表示解决气候问题 必须得到中国承诺全面参与 美方认同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 认为双方应该保持建设性接触 应对全球挑战 克里前一天和黄毅视像会面 黄毅形容安排克里到访 突显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的诚意 因为你知道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的规定 所有跟你见过面的人都需要隔离14天 但是我们愿意付出这个牺牲 因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合作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黄毅借气候问题讲到中美关系 他比喻美方希望解决气候问题 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六周 但如果六周周围都是荒漠 迟早都会被沙漠化 黄毅说中美关系近年急转直下 归根究底是美方对中国作出重大战略误判 形容个波在美方一边 美国要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 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 克里就将焦点放在气候上面 新华社报道 克里表示愿意跟中方加强沟通对话 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为缓和美中关系创造机遇 美方声明就没有提到这点 只是强调克里承诺 和各国就气候议题合作 鼓励中方采取更多行动 降低排放 有线电视记者盧孝珊报道